这是一个叫做假切牌的指牌模式手法 也就是看起来是来正常的切牌 但整副牌的顺序依然是黑桃A到K 红线A到K 梅花A到K 方片A到K 给视频点一个免费的赞 开启付费教学内容 首先把牌这样横着放在桌面上 第一步用左手的拇指拨起来整副牌三分之二的牌叠 接下来右手把下面三分之一的牌叠往前面抽 右手再把牌叠放回到左手牌叠的上面的同时 把无名指放在下面牌叠的前面 准备接下来的动作 左手的拇指再把下面的牌叠抬起来一半 这个时候整副牌是被分成了三叠 第一叠是由右手的中指和拇指捏住 第二叠是由左手的中指和拇指捏住 第三叠是由右手的拇指和无名指捏住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右手的拇指是同时捏住三叠牌的 看到这里给自己打一个广告 零基础入门指牌魔术教学现已完成 整套教学20节课程总时长一个小时50分钟 专门针对不知从何学起的魔术小白 让你少走弯路 加入会员频道零基础入门指牌魔术课程后 还可以免费解锁以往会员频道全部内容 包括天天私藏精品指牌魔术手法流程大招 绝对入股不亏 在两只手保持这个姿势后 右手把最上面和最下面的两叠牌往前面抽 左手捏住手里的牌叠保持位置不动 右手把两叠牌抽出来后 把下面一叠牌放到桌面上 然后再把上面一叠牌往前面放 最后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就是把靠近我们升级的牌叠依次往前面放 就完成了这个假切手法 最后再来看一次观众视角下的正常速度 喜欢这个假切手法 不要忘了给这个视频一键三连